站在窑口前,陈正云戴好帽子和手套,拿起梨扒,将土堆扒开,砖块卸下,而后俯身装进窑中,小心翼翼地将烧制好的瓷器取出。 江热县是福建重要的陶瓷之箱,窑纸遍布全境,历代精品叠出。 江热窑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。 大山深处,陈正云和父亲陈克宇经营的陈济柴窑陶瓷厂依旧手工烧制陶瓷。 陈济柴窑也成为了目前为数不多在烧的隔仓阶梯式龙窑。 日前,记者驱车来到福建省江热县大南坑村,实地探访深山里的百年工艺。 这个砖啊,烧好的,然后我们把它,把它这个窑门要开开来,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去取东西。 5个仓一起烧,我们大概要烧26个小时,每一仓我们都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, 跟烧不同的气氛。 这一仓我们主要是烧清白吃。 出生于1986年的陈正云,七岁开始就看爷爷制作陶瓷。 长期的耳如木朗让他对这门记忆有着浓厚的兴趣。 大学毕业后,他一直在厦门工作。 闯荡多年后,2013年,陈正云一然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, 回到江勒县大南坑,与父亲一道传承陶瓷事业。 从一个土,然后可以变成瓷,而且可以变成不同的瓷,不同形状的瓷。 可以有,好比说产生的物理上的反应跟化学上的反应都有,这个就是他所在的魅力。 然后我们几代人都是在做这个陶瓷这项事情,也做了,到我这一代也做了九代了。 然后也一直是以这个为生,然后这个想一直把它做下去。 陈济柴窑陶瓷厂建于清朝乾隆年间,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。 陈正云告诉记者,家中几代人都在这里用柴烧窑,这门手艺一直传承至今。 父亲陈赫于制陶也已有近60个年头。 做陶瓷是件异常辛苦的工作。 陈正云从基础做起,跟着父亲从最基本的练泥、拉胚、修胚开始,潜心装严。 大南坑柴窑陶瓷制作虚精、拉胚、修胚、晾晒、绘画、上釉、烧窑等60多道工序。 其中烧制是最关键的一环,用杂木、松木、向窑内进柴。 火候的掌握则全靠师傅的经验。 记者看到,烧制出的瓷器右面含蓄、滋润、瓷白如雨。 我们一般烧制的温度清白瓷,我们烧1300左右。 凭一袋一袋传下来的经验,我们主要是用漏眼看里面的火的变化。 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。 从我们投柴孔,投柴孔就可以看得到。 还有一个,我们那边有一个火尾,有一个出火孔,也可以看得到。 随着时代的变迁,柴窑早已被气窑和电窑更替,加之制陶活泪前少,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。 但是,陈振云和父亲依旧在深山中坚守着这门古老的手艺。 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。 我们要传承以前我们几代人的经验,把以前好的东西把它继续手工,把它发扬光大,把它做进做细。 然后我们也要走上厂业这条路,能够把它做得更大。